后溪水变得相当湍急浑浊 搜救队员赶到现场 不断使用探照灯在溪流四周搜寻 要找到失踪的副子党 事件发生在8号傍晚5点左右 花莲消防队获报 万荣霞二子山产业道路上 有一辆车子在渡河时 被暴涨的溪水给冲走 车上的31岁灵性男子和儿子 也因此下落不明 现场还有19人受困 搜救人员立刻出发前往救援 带来看一段市场画面 好几辆车受困在河流对岸 民众焦急的来回舵步 不过由于天色一万 身手不见五指 加上水流湍急 受困的人群中还有年幼的儿童 搜救人员担心使用绳索渡河会有危险 评估之后只好先请人就地安置 等隔天水市叫缓河再进行救援 只是失踪的副子党 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消防队员将会持续搜索 消防队员将会持续搜索